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剛真的我剛看到非常熱烈 跟自己的不舒服相處 或是跟自己覺得自己不夠好的地方相處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覺得自己是不值得被愛的 對 那既然有別人愛我 那我應該 如果想想應該也愛自己吧 對 要怎麼找到我自己喜歡什麼 其實這件事情其實蠻難的 多實習 多去做不同的事情 那這也是我曾經一個老師告訴我的 就是Do it all 然後放在你感覺的時候 你也會同時知道 有一件事情你很喜歡 有一件事情你其實沒這麼喜歡 所以很棒的事情就是 你最會找到你喜歡的那件事情 開始找到你喜歡的事情之後 就專注 持續 有毅力的去做 像明白自己之前有一個非常困難的 就是The Honest的效果 誠實面對自己這件事情 坦白講很困難 被喜歡是一件很美的事 你的肩膀是放鬆的還是緊繃的 整個人的生命就在你的面前 那悶的是別人不理解 悶的是別人不了解 所以如果說我們能夠有一個朋友 他能夠了解 然後不批判 能夠讓我很誠實的來談我自己的議題的時候 那就會很容易幫忙我更誠實的面對自己 你得到的不是責罵或是很不合理的懲罰 是有一個人 一群人 會願意花他的五分鐘 十分鐘 甚至一個小時的時間坐下來跟你聊 我們下一次要怎麼樣做得更好 姊姊就是 我很謝謝你 就是你的每個跌倒的那些疼痛 然後跟你的轉化都讓我成為一個一樣 為什麼惠雪在今天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我相信在現場的各位呢 都是最貼近女人迷的人 不管你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找到了我們 過簡單式的問題 然後你去做回答 然後進而去更了解自己的一個遊戲規則 老妹我本人呢 也會繼續讓老妹這個議題 陪伴大家繼續走下去 是寫有女人迷讓我知道我不孤單 愛你們 你們好棒 我真的很喜歡你們的每一段故事 跟每一個分享 都讓我可以在我低潮的時候 讓我走不下去的時候 重新找到一股力量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把時間 就交給我們這位美生天后 張美琪舞掌就歡迎她 我以前只要失戀之後 我就覺得天啊 我就人生毀了 然後我就覺得世界灰安 我以前就是這樣子 就是為愛而活的人 我看到人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頭都會這樣低低 然後別人認出我說 妳是不是張美琪就說 喔不是妳認錯人了 我就會這樣子 我潛意識的反應就是這樣 我就是害怕 偶爾 抬頭看天空 心還會 有一陣子 我要把臉子把它起來 我覺得 那個好像是我一個 也是算是 跟自己獨處的一個 很私密的空間這樣 我就覺得我要把我的情感 就投入在那裡 謝謝女人迷一直陪我們到今天 然後相信我們都有這個 可能去愛這個世界 那我今天很謝謝 感謝女人迷給我這個機會 來參加獎座 幫我自己成長 真的很謝謝你們 就是這麼用心的一直 不是只有夢想 而是實踐這個 美好的網站 然後建議就是讓我們所有的人 能夠在不同的時段 得到不同的滋養 然後也希望我們一起共好 然後希望也有你們 夢想中的所有計畫都能實踐 有些東西就是要回到 我們這裡 我們的起點 我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然後我們很真實的 看著別人的眼睛說 好我們還要再加油 我們再繼續往前走